来做公司的新办公楼 这个位置也不错 大叔 不要跳楼啊 大叔啊 怎么这么想不开呢 你要是跳楼了 那你老婆孩子怎么办啊 我 没有老婆孩子 这个年纪了找不到老婆 确实很惨 难怪想不开 走 我带你吃饭去 这就是传说中的煎饼 好吃 真可怜 连煎饼都没吃过 放开了炫 我再去给你整俩 这又不是我们年级第一吗 现在还吃煎饼吗 全新吃的东西 你妈以前不就在学校门口卖煎饼吗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 我现在找了个好老公 班也不用上 每天买包包喝下午茶 你不会还没有男朋友 谁说我没有 好啊 那后天叫出来 他一起聚一聚 好啊 煎饼给你 谢谢 有我男朋友 你这衣服不错呀 哪届的 为了充排面 我也去整了辆车 这车挺帅啊 那当然了 这可是上汽大众全新图王 X我的Dream Car 帅吧 带你上车感受感受 好 这车空间还挺大 那当然了 等我存够了钱 就买了它 再把我闺蜜都耗过来 一起开去旅游 买车容易 养车难 No 这个车像2.0T的 百公里油耗只有7.4升 两车无负担 确实不错 你这么喜欢 那我送你两个 不错呀 这么快就进入角色了 之后这种词 给我多整点 出发 你好 你们把最贵的衣服都穿来了吧 该不会连掉 没告诉我聚会定在高尔夫球场啊 我这也是为你们考虑呀 如果不是我老公 是这里的会员 你们一辈子也来不了这种地方吧 来 既然是小美的同学 我也教教你 你会打老鹰球 土豹的 老鹰球可是一杆心动 职业选手都很难做到的 你说话别那么难听 他们不懂也正常 毕竟江十七什么档次 就找什么档次的男朋友 谢谢 业余爱好 高尔夫打的好处算什么 我老公给大家去个更高级的地方 这个会所光修建就花了一亿多 一般人都进不去 幸好我老公有关系 我老公有关系 事儿的宝贤新来的 不认识我吗 他不是不认识你 他只是不在乎你 你装给谁啊 稍等我一下 可以了 走吧 哦对了 他们俩不行 你凭什么不让我进啊 把你们老板叫出来 这位就是我们的老板 不好意思啊 我刚买了这里